其实爱情真的是人类社会 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 最重要的特质 你想想 因为爱情 人类历史上才诞生了 许多伟大的创作 像沙狗啊 比卡索啊 长蓝脑啊 比比皆是 而等待爱情 当然是爱情发生的最初阶段 有很多人即使是单身 没有恋爱可以谈 但心里面都还是住了一个人 有的是假想的一个原型 我跟你所有标准的恋爱 就一直会跟着这个原型谈恋爱 并期待这个人会出现 还有暗恋 是牧村破灾也好 小甜甜布兰妮也好 或者根本是那个牙医 还是隔壁的那个王太太 即使这个对象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你心里面有她 可是那种感觉 就是会支持你 路过那种漫漫长夜的 最大力量 像我们现在在讲话 我可能因为 心里面住着一个暗恋的对象 脸上就会有光 仿佛我现在说的每一个字 做的每一个表情 都会因为这个人而成立 而生动 而有神采 对不起 在那边吗 喂 我都跟着我聊天了 几位 一位谢谢 你应该在拍我吗 没有 我在看我哪个照片 好 谢谢 好 谢谢 另外一个 谢谢 好 谢谢 友刚说要哪里 呢 好 愛情神奇的力量 其實有時候 三方面也是可以進行的 最怕就是心裡面 連那個假想的對象都沒有 我覺得那是最危險的 有時候心裡面 就會有很多那種 稀奇古怪的念頭會跑出來 譬如說 分世忌俗 灑 沒有辦法真正的安靜下來 我是說心裡面 突然會覺得 沒有歸屬感 然後 會覺得 空虛的 有點厭世想死掉 看那邊那個人 能不能猜出 他的那個現在感情的狀態 看起來就是那種 家庭很幸福美滿啊 天塌下來 對有人幫他撐著 然後 應該會有一個交往很多年的女朋友 他現在一定在想說 是不是應該安定下來 可是 他在猶豫 因為他一定會想 真的就是他了嗎 還有很多女生都沒有交往過我 可是有時候 換一個對象又怎麼樣了 人生不就是結婚生子 你今天真的換了一個人 一切又要從頭來過 多累啊 然後想一想 就還不如跟Honey講電話 沒有啊 下午出來溜達溜達 現在一個人在喝咖啡啊 拜託 我才不要咧 一個人多好 打向你們 整天被綁得死死的 一出來玩都要查個情 對啊 你才知道 喂 你不要老是打電話來跟我聊天 你打電話來賣衣服好不好 Oh my God 你不要一天到晚提起她 你是怎樣啊 你們都已經變成哥們 就已經很難了 誰叫你老是要當她戀愛顧問 萬一啊 他真的追上別人的話 你們一起暢落 好了 你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我真的被你逼瘋了耶 好 我再說最後一次 你今天就把她約出來說清楚 就今天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我們朋友就別做了 你在幹嘛 嗯 沒什麼 想找你出來談一下 碰個面吧 好不好啊 是喔 人家有事的時候你就不出來 你有事的時候我就聽你兩肋插刀耶 對 就是現在 嗯 那 小妹那裡好了 欸 怎麼樣 我還可以吧 很漂亮 不用擔心 欸 我跟你說 你待會兒要很酷的跟人家說 老娘看上你了 那就好啦 太爽帥了啦 現在流行我的野蠻女友 你不曉得嗎 好啦好啦 趕快去忙你的啦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可以投停喔 沒問題 我到底做了什麼都不知道 好 你要喝什麼 奶配 奶配 好 謝謝 多少 120 謝謝 嗨 進去 嗨 要喝些什麼嗎 嗯 你要喝什麼 你幫我點好 他們的芒果冰沙還不錯耶 嗯 好吧 兩杯芒果冰沙 好 怎樣 我來啦 夠意思吧 好 我跟鈞鈞說啊 你是我最愛他幕後大功臣 所以啊 你有那我一定來 啊 啊 到底找我來什麼事啊 我 我想把天定調 幹嘛 不是做得好好的嗎 好吧 謝謝啦 沒有啊 謝謝 好吧 好吧 謝謝 來 這樣 會冷嗎 早就叫妳穿多眼出來 這樣妳想聽電影 不清楚很多了 妳這樣就穿 我要回電影嗎 好 寂寞 我真的是每一個人 窮監一生要努力 對抗的一件事情 其實每一個人 都是寂寞的問題 什麼感情都一樣 承認這件事情 就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 要認清我們現處的生態 平靜一點 隨著跟這種現象相處 然後相信 我覺得 相信還是很重要 要相信宇宙裡 有一個高於我們的神秘力量 有一天 它終會感應到 我們不斷發射出的閃念 祝我們一輩之路 於是 我們就能夠輕輕鬆鬆的 走向自己該走的方向 找到自己的路 也不是在傳教 聽起來有點像 是相信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 你怎麼可能成功呢 你有過一見鍾情的經驗嗎 我常常在想 一見鍾情不可能是毫無理由發生的 它有可能是因為氣味 也就是費洛蒙啦 嚴格的講起來 它不是一種真實的氣味 它是經由彼此前端的離鼻氣所辨識的 曾經有人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 叫一個男的到女子的監獄去走一遭 不讓那些女囚犯們看到 結果監獄裡面果然引起騷動 在沒有人知道有一個男人進來的情況下 所以啦 之所以莫名其妙地愛上了誰 對誰有好感 可能就是因為費洛蒙的關係 可是村上村樹也說啊 百分之百的女孩只存在於 擦肩而過的那一瞬間 也就是說過了那一瞬間 你好像也就不那麼確定 是不是這個人 我和他真的能夠從此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然而許多不確定就會接踵而來 很折磨人 不想還好 你想就會想到很多對方的麻痺 口臭 腳臭 胡臭 會生習慣好不好 會不會做家事 嗯 這一點很重要 現在男女呢都期望 對方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程度 起碼在做家事的這件事情上面 不要造成彼此的負擔 反正愛情就是會受到這麼多的考慮 初期就會有徵兆 想他到底聰不聰明 善不善解人意 會不會賺錢 有默幽默感之類的 每個人都想找到條件最好的另一半 可是很少人反過來想 我們到底符不符合別人的標準呢 也沒有人是非常認真的 在充實或者改造自己 讓自己成為大多數人 心目中理想的對象 有嗎 我想很少吧 大家都是在挑剔對方 數落對方的不適 要白白的乾乾淨淨的啦 高高的啦 起碼要180吧 而且 不覺得 他長得很矮嗎 他比我們兩個還要矮 哪有 喔 那是我們在安全島上好不好 可是他還是不夠高啊 高能當飯吃喔 身高不是問題 而且逃下來會有異議啊 等一下 你說什麼 嗯 你說什麼 我說他除了身高咧 喔 好 除了身高以外 你不覺得他有一種 髒兮兮的氣息嗎 就好像有一堆衣服裡面 突然冒出一顆頭來 然後這邊聞來聞去 嗯 最近還可以 然後再穿起來 要不然就像是那種 前一天吃了什麼菜啊 然後隔一天啊 牙縫裡面還存留的菜渣 跟一大堆啤酒味這樣 呃 好噁心喔 你是看過嗎 這樣跟真的一樣 反正都是你的藉口啦 你心裡一定是放不下那小順 因為你還想為了他自殺 這笨女 那可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好嗎 那天我根本就沒有想要往下跳 是那個男的自己想太多 OK OK 怎麼樣正吧 正 可是有兩個耶 我搞不清楚哪一個是哪一個 兩個 啊 有一個就是我電話裡面跟你講的那個咖啡妹啦 真的很不錯耶 可惜我已經死會了 至於你 我覺得你看也是白看 蛤 因為你根本不可能只跟一個女兒談戀愛啊 你不會餵一棵樹 忘記整座生理 我 你是色狼耶 我 拜託你沒聽Charlie Chaplin說過 只要男生遇上女生啊 他心中都會先估算的跟他發生性關係的可能性 但是 人之所以是人就是人心中有愛 我是人 我心中有愛的 石頭 你太厲害了吧 你只是這樣看一看就可以這麼快愛上她 但是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你覺得要不要追她 真的有感覺 真的有感覺 而且我覺得她就是那種 會幫我處理所有的家事啊 會幫我用胸包被衣服洗的 暖暖的啊 乾乾淨淨的啊 想起來心裡就暖暖的 少做白日夢 光說不戀 我跟小美有鬱我先走了 好 我再打給你 好 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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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我會 我不會消產 啊 我還會你是那種很會做家事的女生啊 那很抱歉 你可是看錯人囉 你幹嘛問這個啊 沒有啊 我也講不行 好 那你會煮菜嗎 我會啊 我會做牛肉麵 又會做乾爹吃雞豆腐 不過現在一個人 自己在外面生活啊 常常都在吃外面的人 我就是人家說那種 老外老外老外 對啊 你喔 好 我一個問題 那你 會不會有的時候一個人很寂寞啊 當然會啊 那 有的時候會不會想找人做飯呢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的 你這樣講得很淒涼啊 我還找人做飯呢 欸 你不要在意我的詞彙好不好 你要用心底真正深沉的那個聲音去想 你要閉起眼睛去想這件事好不好 好 好 閉上眼睛 好 那你現在心裡想的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呢 當你在想他的時候 那你一睜開眼睛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出現 嗯 那你現在心裡有這個人嗎 然後呢 那 當我數一二三 你睜開眼睛的時候 這個人就會出現喔 一 一 二 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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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朋友幫我做過一個心理測驗 是有關於重不重視自己的愛情 什麼樣的測驗 就是有一條持續不平的路啊 上面有很多獨神猛獸 可是你瞎了 需要一個人可以走過這段路 你可以選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任何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沒有選你的男女朋友 就代表你一點都不重視這個愛情 這超準的 我一個朋友跟他男朋友在一起四年 結果他就沒有選他男朋友 結果上個月就分手了 你說準不準 其實愛情應該回到最原始的狀態 就是我說的費洛蒙 看對眼了就投降吧 想那麼多幹嘛 難道牧村舵災真的會愛上你嗎 就算會 他也有八百個缺點 只是你現在還不知道而已 還是要承認沒有十全十美的戀人 愛情不應該是被不明其妙的生活細節給捆綁住 連發生的可能性都被扼殺掉 連發生的可能性都被扼殺掉了 不過這才顯得出熱戀的價值 所以有些人終其一生只追求熱戀的感覺 無法將自己穩定在同一個階段裡面太久 即使結了婚還是要不停地搞外遇啊 要不然就離了再結 女人最漂亮的時候應該就是屬熱戀氣吧 那真的比韓國的整形技術還要神奇的一件事情 氣色紅潤 皮膚吹彈可破 心情愉悅 不斷地微笑 這就是愛情靈藥的功效 我就說啊 如果人一輩子都能夠保持在這種狀態裡面 那絕對是天下太平 Peace and Love 你看 翻開社會新聞 殺人 放火 潑流酸 戀物屁 偷窺狂 性變態 暴露狂 色情網站 0204 圓嬌妹 多得讓人怕怕 有時候不禁懷疑 是不是因為這個世界太缺乏愛情了 如果有愛 而且讓每一個人都能保持在激情的高潮狀態 哪還有閒工夫去為非作膽啊 其實大多數的犯罪 都是來自空虛扭曲的心靈 覺得自己受到冷落 不被尊重 長久積怨 而又無處發泄造成的 回想你的某一段熱戀期 你都在幹嘛 和他黏在一起對不對 要不然就一個人坐公車上 看著窗外傻笑 想到他身體的溫度 心裡還有一股電流會流過對不對 成天想著他還是想著他 他的一平一笑 他的一言一行 地震的時候會衝來保護我的樣子 真的很sweet 他那天說 永遠都不離開我 是真的嗎 你看 你還會有時間去搶銀行 搶超商搶便利商店嗎 你覺得這裡沒不沒啊 沒啊 不過以前我有來過耶 從來都不覺得這邊沒過 是哪裡變了嗎 還是有裝修過嗎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以前都更討厭的人來對不對 你很驕傲喔 其實啊我以前也很自卑的 在大一那年我交了三個女朋友 結果後來他們就選擇離開我 直到遇見你之前我都不敢再碰感情 還笑朋友他們對感情太認真 被愛情綁住 一點都不讓子 其實我常常一個人 在街上行慌 自己一個人喝咖啡 自己一個人去書店 他的相機都是亂拍 裝清高 但是我覺得都是因為寂寞吧 那我覺得不記錄一下什麼 好像我就要蒸發一樣 那 你該拍些什麼呢 拍拍街景啊 拍拍路上的人啊 看我 從今以後 你不准拍別的女生 只准拍我 你要是讓我抓到你拍別的女生的胸部 大腿 或其他的 小心我把你的眼珠珠挖出來 拿去問一次 妳說從今以後 是說從現在開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吧 所以這算一種承諾了嗎 對 就算以後 我們都沒有在一起了 你還是不准拍別的女生 就是 你對我的承諾 不能否認 日戀真的會讓你變傻吧 智力會退化 無法分辨是非 可能會激入你的言情 卻變得有趣可愛 原本沒有什麼的風景 也會變得浪漫起來 這不就是熱戀的功能 美化這個世界 溫暖人的心 就像仙女棒一點 你低頭看 你現在腳上穿的 不就是玻璃鞋嗎 好棒 那我們講到哪裡了 你說 妳後來打電話 約她出來啊 對啊 小順就把 君君給帶來了 就是她想要醉的那女生 頭皮 你一定覺得 晴天霹靂的人 還叫了她 那麼多爸妹的招數 過去的事情呢 就算了 人是不能活在過去的 人是不能活在過去的 可是 我記得你黏著那張臉 真的是啊 是醜好不好 你想想看 一看走在大街上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想到就覺得很丟臉好不好 哪有 你知道嗎 這是我這輩子見過 最美的一張眼淚 但是我很後悔 那天沒有把它拍下來 站在樂壇上的時候 我很想按一下快門 可是那時候 身上線突然急增 我真的還想衝過去就 差那麼遠 一秒都不行 還好 妳沒有拍到戲 我根本就沒有想要跳下去好不好 是妳自己太入戲了吧 好 那妳答應了 從今以後 妳絕對不能傷害自己 妳說的從今以後 是包括 是包括 我 就算以後我們沒有在一起了 妳想到妳非常難過的事情 難過到想跳樓 想到要擱自己 想跳進車身中 妳都要想到妳今天答應過我的 就是緊箍咒 妳絕對不能上排自己 我可不可以要答應妳 那妳答應我 那妳答應我 欸 那有人這樣吃著 還吃得滿臉的東西 蛤 對啊 你看點奶油 那妳幫我擦 好 心事清潔法 心事清潔法 不管永遠是多長 不管永遠是多長 說 說妳永遠都會等著我 吵架啊 通常都是從那些 芝麻綠豆的小事開始的 不是有個最白爛的例子嗎 牙膏的擠法 一個人要從上面擠 一個人要從上面擠 一個人要從底下擠 然後開戰 為了牙膏應該要怎麼擠 就可以吵翻天 後來大多數的爭執 其實也好像來自於 之前的不愉快 因為她挑妳這樣妳不爽 妳挑她那樣互相指責 弄得好像沒有一件事情是對的 其實吵架是藝術 吵得好的話呢 不但可以藉此機會溝通 了解對方的觀點和細心 還可以增加情趣 但是大多數的人 都不知道怎麼樣去吵一場 有效的架 因為現代人的問題 都是出在腦子裡 有時候反而要回到身體上 來解決問題 現在不是很流行的 一種集體治療嗎 打坐冥想催眠 或者利用角色扮演 重建現場 回歸到問題的核心 找到新態度來面對自己的生活 沒辦法 文明世界帶來的麻煩 實在是太多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越來越複雜 你不覺得 我們身邊就有很多人 都不太對勁嗎 遭遇症 焦慮症 恐慌症 被破壞妄想症 厭食 暴食 失眠 失憶 甚至頭痛未潰瘍 這些都是文明病欸 可怕吧 還是愛情啊 不要以為文明病聽起來 就是那種職場病 都是工作上帶來的 其實還是愛情 所有的問題根源都是愛情 一個從小在愛的環境裡長大的人 就會比別人多了八百倍的抵抗力 受了再大的傷害 用家人的愛來療傷 痊癒得又快又好 但是大多數的人是沒有這種愛的 或是根本不認識這種愛的 只能傷痕累累 企圖做自體痊癒 最後呢 因為已經過去的事情 還是像毒蛇猛獸一樣的來襲 對啊 很慘 還是要常常自我做催淋 方法很簡單 每天睡覺前就要告訴自己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愛可以給別人 同時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來自別人的關愛 所有的不愉快都要寬容 並且原諒 只要你自己發出這種愛的能量 你就能夠接受別人愛的能量 如果你一直放射怨恨 回來的也就會變成負面的能量 多練習哦 把這種感覺放在身體裡 無息 收 你接電話好不好 你不接電話我們怎麼看 我想過了 都是我的錯 我也應該傻傻地等當便 浪費這些時間 我知道你都是為我好 你和我電話好不好 你就接他電話嘛 一直想到那邊也不是辦法 怎麼覺得人家太嚴厲了 他明明就在等那邊 幹嘛一直要他找工作啊 所以我每天都跟他黏在一起啊 像一定會吵架的嗎 我也不知道啊 我現在只要一看到他 我以為就會有那種莫名的火想要冒上來 你再要進去犯嗎 可能吧 那你也不應該無封深油啊 假的那好像都會浪費你醜一樣 其實他也要不一樣 我是為他好啊 我又沒有說錯 本來就應該要找一個工作嘛 不要白白浪費時間啊 好啦好啦 你講的都對 反正是你們兩個之間的事情 跟我沒有關係 你現在啊 會嫌加煩 大家當面的時候 你就小朋友了 小妹 我是不是真的太過分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吃完 你怎麼沒有呢 不用客氣吧 我跟你講 女孩子就是這樣子 喜歡挑毛病 我覺得他不是真的要你找工作嗎 可能只是要你買個東西送她 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 你先想看你最近是不是有忍絡她 還是沒有說錯做錯什麼 沒有啊 什麼事情都沒有啊 你知道女孩子有時候就是這樣嗎 喜歡找麻煩 我打個比喻給你聽好了 你呢 以為她在意的是A這件事對不對 嗯 其實她真正在意的是B這件事情 可是她又不好意思把B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所以她就把A這件事情拿出來借題發揮 幹嘛啊 女人幹嘛這樣啊 你不懂啊 我以為你是大徒聖 遇上你頭腦那麼簡單 欸 你不要人身攻擊好不好 我今天是來找你訴苦的耶 說得跟真的一樣 不是 你先想看 你已經要去當兵了 是正常人都不會現在比你去找工作 說不定 她現在是看上什麼伊克拉專介 還是她想要買LV或Gucci的包包 然後她又知道你沒錢 不好意思 向你開口 所以 就拿你去找工作室 接地發揮 她不是這樣子的女人啊 我只是打個比喻 也有可能是別的事 她不會這樣拐包抹角跟我講的 她是很直接的人好不好 你真是小瘋不可貂耶 你知不知道你面對不是普通人 是女人耶 女人很麻煩好不好 好嗎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說 說你永遠都不離開我 我們分手吧 為什麼 不要這樣啊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嚇我 只要你殺心眼了 可是這是我爸爸 對不起 是我給你太多壓力 我 我 人到了分手的時刻 總是脆弱的 畢竟 大家都是血肉之軀 又不是銅牆鐵壁 怎麼可能連一絲的感受也沒有 愛情往往是這樣 到的來 傷人也無形 它帶給你多少快樂 也就會帶給你多少難過 這是愛因絲體的相對弱 不變的真理 有時候 只能往好處去想 終究 我們從她那裡 得到太多至高無上的狂喜 於是也要付出狂悲的痛苦和哭 你們說這不公平嗎 你剛剛說 你剛剛感受害了 你是真的嗎 是真的 那一刻我真的是這麼小 但是 當你離開裡面 我就後悔了 你剛剛一天都離家了 你想要甩掉嗎 你怎麼那麼簡單 但是 如果我去當兵了 也受不住寂寞 攔著我 跟別人在一起 只要不寫信給我 不給我通電話 甚至不理我 看我不成的怨大頭 我 你要是真的有喜歡的人 我一定會告訴你 發誓 不要亂發誓 到時候可能你比我還要難過 因為你偏心 為你們想傷害我 你還蠻善解人意的吧 那 你現在才知道會不會太晚 不會啊 我不是才剛開始嗎 決定 嘿 你看 我忘了 總是520 10年 20 30年後啊 嗯 對 一整個 你想要是否 你還要能夠 你還能夠 你還要是否 你還要是否 你會不想要給我 你還要是否 他搭配 你還要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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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我一件事 說啊 如果你遇上喜歡的人 一定要告訴我 不要怕傷害我 我會祝福你的 人往往在擁有的時候 不懂得珍惜 以為該我的就會是我的 於是呼之急來 揮之急去 沒有想過會失去 但是有一天 當你不再擁有它 關於它的好 竟然排山倒海的來 所有的小細節 以前根本不會放在心上 它彎下要來替你綁鞋帶 它說的那個好冷的笑話 你發燒的時候 它翻冰箱到冰塊的聲音 你哭的時候 它掏出那一坨皺巴雞的手帕 看電影的時候 它的手在你的手上 游移的方式 無時無刻 擋都擋不住 那些細細碎碎的回憶 慢慢的就會佔據你的心靈 啃食你的心情 直到你終於回不當初 然後你會回想 如果我再能對它好一點 如果當初我能夠多體諒它一點 如果我不是這樣 如果我不是那樣 它會不會回到我身邊呢 其實有時候就是緣分到了 也沒有所謂的是非對錯 像這種事情 其實時間還是唯一的治療 不過我真的認為 分手前把兩個人的關係 好好地整理清楚 對對方來說真的是有必要的 絕對要兩個人坐下來 把話說完 這段期間彼此的獲得及付出 兩個人契合之處和不合之處 不管未來是怎麼樣 分手既然已經成為事實了 就應該感激這曾經發生的緣分 一次嗯 發生的緣分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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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思考你 我不能擁抱我 未來 又算什麼 眼睛中 我會記憶 不斷疼念著我們 如果你遇上喜歡的人 不要怕傷害我 告訴我 我會祝福你的 我會祝福你的 說你永遠都會等著我 當我能原諒自己的時候 還來得及回頭 可不可以無盡後果 感受當下 要知道生命裡遇見的所有人 終將成為過客 你是自己走在這條路上的 他們來是陪伴與成長 他們走是讓你更茁壯堅強 有這一點的認知 愛情 於是昇華到精神的層面 你就可以永遠保佑我 在這裡 胸口上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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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遠都不離開我 你才會想說 很難不平 你還是補充 好好好 感谢观看